接下来市区的交通资讯要告诉大家 花莲市公所从3号起执行北滨外环道 年度清洗以及养护作业 也因此从即日起到一连四天 预计在6号的下午5点 会重新的开放北滨外环道来通行 那么风路期间还要特别的请用路人来配合 改由北滨街或者是海滨街来通行 那夜间8点到隔天的上午8点 是禁止15吨以上的大货车来行驶 不只家里要大扫除 北滨外环道也在农历年前进行清洁养护 花莲市公所受县府委托管养北滨外环道 3日上午8点起一连四天 进行年度包含隧道清洗排水及抽水马达 交通号置及灯光与通风设备线路检测等养护作业 一掌市长魏佳燕协同清洁队长吴沁展到场视察 并向辛劳清洁队员表达感谢 长年以来就是我们较多的沙石车是走外环道的部分 那所以非常快就会累积到一些 不管是沙石或者是说墙面上有一些污漬 那也希望在这个农历年关将近 我们尽量来让它除旧不新 那在这边也要很感谢 清洁队有派了巴车跟我们26人的人力来做清扫 那围棋的时间是1到3天 那真的非常的辛苦 刚刚家院在里面看了一段时间 其实不要强力水柱 那其实里面空气会非常的湿冷 那空气其实也不是很好 那真的要非常感谢清洁队的队员 那每一年都有做这样的清扫的动作 还给用路人一个干净的空间 那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用路人 我们外环道封闭3天这个期间 整天要拜托大家走海滨街跟北滨街 还有中山路这个部分 那也请用路人多多见谅 我们主要也是希望说 在农历年前有一种除旧不新 让环境更干净的一种意向 让我们的市民有感 那我想环境清洁是人人有责 除了我们工部门 针对工部门应该做的环境清洁的工作之外 那我们这边也呼吁 希望家户能够将自己家户周边的环境 也一起做个整理 让大家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好年 工动员清洁队与工程队总计26人 八台包含洗街车 清沟车 自然回收车及高空举身车 透过公共设施年度大扫除 希望能让华林乡亲及观光客 感受华林市的整洁美貌 预计六日下午5点重新开放通行 丰路期间驾驶可改由北滨街或海滨街通行 但夜间8点至隔日上午8点 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行驶 还请用路人留意配合 记得蒋邦雁环林师报导 里面是上升公路产speed Simon 扱咯患 Absol明 Oxy